哦 哇 贵金等我的朋友等了很久啦 因为是黑色的 所以看起来像招了龟尘吗 嗯 因为是黑色的 就叫他可乐吧 可乐呀 这是我们是朋友的 的意思 终于有朋友啦 可乐呀 这代表我们的友谊呀 哼 嗨 大家好 我是凯莉 今天凯莉又跟小凯莉一起玩游戏啦 那小凯莉你知道 我们今天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尖叫了鸡 那现在跟凯莉和小凯莉一起玩吧 小凯莉 你又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好像是鸡在叫 可是它的声音好伤心啊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 我们去看一下吧 鸡呀鸡呀你今天难道哪里不舒服吗 肚子 你怎么知道呢 那我来确认一下 一会儿就不通啦 我帮你看一下 小凯莉我都不敢碰它了 叫的真的好惨 啊 它好像是不能生鸡蛋 那我们要不要帮它生鸡蛋呢 那小凯莉 既然我们要帮它生鸡蛋 我们不如玩一场游戏 这次呢就是 谁要赢得三颗鸡蛋的话 谁就赢得了这场游戏 那游戏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事先准备了鸡蛋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蛋黄鑫 还有一个小鸡的这个模型 如果呢 我们两个人 谁要是得到的小鸡数最多 那以三颗为限吧 如果谁要先得到这个三颗小鸡的话 谁就赢了这场比赛 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还有这个骰子呢 是我们投掷的数 数字如果是1的话 就按下 就按这只鸡按一次 如果是2的话 就按2次 如果是3的话呢 就是按3次啦 一直等到它下蛋为止 那我们先玩一次 马上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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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凯莉 她真的叫得好惨 那我们快一点吧 我们先开始一场游戏 小凯莉你先开始吧 1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轮断我了 也是1 1 小凯莉 可是为什么还不下蛋呢 2 小凯莉她本来就已经很痛了 你刚才按了好重啊 好吧小凯莉打开一下看一下 鸡蛋清是什么 你打不开是吗 1 1 2 1 2 蛋黄失败 不能怪我 这你让我帮你弄的嘛 不 快快快点呢 我们继续第二场比赛 你看小几都很痛了 那接下来呢 你先我先 石头剪刀 不 石头剪刀 不 小凯莉都很擅长剪刀石头 不 1 2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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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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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一分 好我会加油的 我们先把小鸡放回去 那刚才呢你拿到了一只小鸡 所以呢现在这边就要给你一只小鸡 为什么我要亲手给它呢 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登 两下 一 二 这么快 三下 一二 怎么又 蛋好像打掉了 吊吊 还好没有打坏掉 那小凯莉你是这次还是我帮你打开吗 那好吧 不要试鸡 不要试鸡 这次感觉自己没有赢的希望了 好吧小凯莉你再要拿到一只鸡的话 那这次游戏结束了以后呢 我给你拿一个鸡蛋过来 那这边是给你另外一只鸡 游戏继续 好了小鸡小鸡一会就结束啦 我先开始咬骰子喽 一二三 三 三 一 二 三 哦 为什么没有反应 好吧 三 三 110 1 2 3 今天 那好吧 小凯莉 这是你的第三只鸡 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现在赶紧的 那小鸡也不容易 剩了这么多次鸡蛋了 那我们把它先送回家好不好 那我先把它送回家了 怎么这次又输给小凯莉了呀 好几次都输给她了 小凯莉怎么又回来了 刚刚不是去送鸡了 回去了吗 这是什么 给我的礼物吗 你知道我输了 所以我心情不好 所以你来安慰我的吗 开给我 可是这个蛋 真的好大呀 朋友们快看 哇小凯莉这次有心了 我要赶紧看看这是什么 小凯莉 这是什么呀 小凯莉 我以为你真的是要给我一个巨大的鸡蛋 这是什么 你在跟我闹吗 今天凯莉跟小凯莉一起带来的玩具 好玩吗 那下一次凯莉会跟小凯莉一起带来 更多好玩的玩具给大家 拜拜 咕咕哒 咕咕哒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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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